第十五集 5月24日 距离花市西区少年何忠义被杀 已经过去了四天 洛文州戴着手套 正在翻看着一本老旧的相册 这是他从黑车司机陈镇那里拿到的 陈镇和他的姐姐陈元 是双胞胎 本地人 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 后来老两口相继离世 姐姐陈元考上了大学 陈镇学习成绩不行 干脆早早放弃 出来赚钱 照片上的女孩子非常秀气 所有的照片都是笑眯眯的 露着两颗不大对称的小虎牙 这是他唯一留下来的东西 他死得神秘莫测 由于死因并不体面 所以警察以怀疑其参与贩毒藏毒为由 几次搜查过他的个人物品 陈元的二手电脑 手机都没能留下来 洛文州把相片从头到尾翻了一遍 注意到有几张 是大学社团活动时的留念照片 上边一个女孩和陈元非常的亲密 照片的后边用铅笔写了日期和备注 和小崔一起加入查意社 感谢由你 洛文州翻看自己查到的通话记录 陈元在死前半个月左右 曾和一个名叫崔颖的用户通过话 这个时候洛文州办公室的门响了 是狼桥 他半死不活地冲洛文州一招手 老大 出来看脑残了 门票十块钱一张 不残不要钱 燕城市局刑警队 集体领略了张少爷的不凡之处 此人呢 十句话里边有九句 是在放屁 在被拘留在市局的四十八个小时里 熬干了他本来就稀有的脑浆 空空荡荡的脑壳里 不知道装了些什么东西 冒出来的语言智力水平 非常的感人至深 冯年哥 没听说过 我不认得姓冯的 这个人是男是女啊 要么你跟我说说 大概长什么样 也可能我睡过 但没记住名字 二十号晚上城管公团里边 有没有我认识的人 我都认识啊 什么 都谁啊 各位警察叔叔 警察大爷 我那天晚上他们灌了一斤白的 还有不知道多少杯红的呢 还掺了半段香槟 三位一体 能记住自个儿是谁就不错了 我哪记得当时还有谁啊 我呀 我最近没跟什么人闹矛盾呢 我何忌着呢 啊 打人也算呢 那那就说不好了 打就打了 他们还能报复我怎么着 也不打你打的 我是谁 说了多少遍了 那手机真不是我送的 除了相好的 我没送过别人弄去 再说了 送也不能送一破手机啊 对吧 含着谁呢 除了花钱与睡觉 张少爷的日常生活之中 充满了混沌 大事小事 全部都如过眼云烟 统统不往心里割 精神状态 堪称出尘 洛文周在旁边听了一会儿 就对张东来 做出了断言式的点评 他说这小子呀 小的时候 准是被他爸摔过头 陶然带着全世界的耐心 想方设法从各个角度 反复提问 愣是没从张东来 那随时格式化的记忆里 摸出什么有用的信息 时间一会儿就到了 张婷他们找出来的律师 堵在了市局门口 据理力争的 要市局访人 陶然出了两大口的气 然后说 我真的是无能为力了 洛文周想了想 以阳下巴 证据不足 放了吧 洛队 老大 狼桥一把把洛文周给抓住 老大 昨天何忠一他妈在外面凹哭 被耗事者拍下来了 现在好多人呢 听风就是雨 都在那等着看热闹呢 你这么把人给放了 外面的传成什么样啊 陶然想了想 张东来可以放 根据死者的死亡时间 被害前的行踪等 他的不在场证明 比较明确 不 对外就说证据不足 调查细节 不要对外公布 先把人放了 洛文周打断了他 狼桥听了他这番的独断专行 忍不住了 老大 你是让张东来传染了吗 搁这窗户也能传染呢 这智障是烈性传染病吧 洛文周敲了一下他的后脑勺 你怎么这么贫呢 话多小心掌法令文 陶然却是沉吟片刻 若有所思 你是想 对 从现在开始 任何人布局对外泄露本案 调查进展 以及相关细节 告诉他们证据不足 无可奉告 我们正在重新排查死者 从小到大的社会关系 洛文周冲淘然一点头 随后不嫌不淡地说道 这只纪律 谁泄露了 我处理谁 散了 明宫小哥离奇死亡 贤兄是市局局长职子 而且马上要因为证据不足 而被释放 这个消息 比狼桥他们担心的 还要爆炸 释放张东来的手续 还没走完 市局门口 就已经被各路媒体蹲点了 刑警队办公室的电话 成了热线 一个接着一个 此起彼伏地想 连代替张局坐镇的陆局 都被惊动了 专门把洛文周叫上去问话 陆局隔着窗户 看了一眼被拦在传达室外的媒体人 表情颇为凝重地 问洛文周 你确定 你处理得了吗 陆叔 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啊 陆局白了他一眼 想放线钓鱼 也小心点别玩拖了 这两天市里领导 肯定要给咱们压力 我呢 多替你扛两天 你给我看着办 来 谢陆叔 洛文周想了想 又略微压低了声音 王姑娘那边呢 你也放心 这些年就是没人查到他头上而已 我不相信 谁能一手折天 陆局一抿嘴 正色下来 看向他 有时 能证实举报的情况属实 不管他根系有多大 背后有什么人要保他 只要我和老张还在 准能处理得了 但是 你也得给我小心点 听见没有 洛文周下楼的时候 正好碰到了张东来的亲友团 为了降低社会影响 张家没有派人来接 只让张婷出面 想要尽量的低调 不料 事与愿违 儿女都是债 张东来那一帮狐朋狗友 不知道怎么听说了这个消息 唯恐天下不乱的 集体跑到了市局来 好几辆豪车 停在门口 几个红男绿女 闪亮登场 也不知道 他们是来亮相的 还是来现眼的 律师挽起袖子 去捞张东来 赵浩昌 则是寸步不离地 陪着张婷 这一对青年男女 在张东来那帮 现世活宝中间 显得异常地清新脱俗 纯粮朴素 废度当然也在 不过呢 他这个顽固首领 这回倒像是一个纯粹的局外人 存在感很低地 陪在张婷身边 洛文周看到他的时候 发现他就着一身衣冠禽兽式的打扮 插着耳机 专心致志地 抱着一个型号很老的游戏机 在打游戏 洛文周本想把这些妖魔鬼怪打包扔出去 但是 目光落在了废度 那个划痕满步的旧游戏机上 神色忽然一患 他竟然破天荒地 没有开口找茬 近乎平和安静地 走到废度身边 抬头一看 见废度的旧游戏机上 奔跑着一帮 憨态可居的大眼灯 这位霸道总裁啊 居然在热火朝天的时候 打啪哒烹 就在废度一路过关斩将的时候 炸炸乎乎的张东来出来了 他走路带着风 还没出警局 就得意忘形地大声宣布 今天来的都是我过命了兄弟 以后有什么事 兄弟我给你们两位插刀 插满 插成一个刀剂架子 废度的大眼军团本来是进退得当 结果被他这血淋淋的一嗓子 声声喊乱了节奏 鼓点一挫 顿时是兵败如山倒 洛文周一直撇到他game over 这才缓缓地开了口 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你为什么会和张东来 他们那群人混在一起啊 废度不慌不忙地把游戏机 往裤兜里面一塞 因为我觉得他活得特别哲学 洛文周愣是没听出这句话 到底是褒义还是贬义 废度冲他跑过来的时候 张东来一摆手 转头递给洛文周一个虚伪的假笑 这群大少爷大摇大摆地离开了市局 用手指甲都能想出 在外边蹲点的媒体有多高潮 狼桥好像看到了未来一个礼拜的热门话题 忍不住伸手 一无眼睛 小声对陶然说道 哎 我都不敢看 陶然也叹了口气 别看了 干活去吧 就在少爷们刚走到门口的时候 一个人影突然窜了出来 猝不及防地冲到了张东来 他们一伙人中间 这个人身材瘦小 头发枯黄 正是何忠义的母亲 领头的几个败家子儿莫名其妙地和衣着滑稽的女人 面面相去片刻 有个人就小声地问 这是谁呀 何忠义的母亲目光之中 掺杂着血丝 干涩地从几个人的脸上扫去 她的嘴唇剧烈地哆嗦几下 喉咙里发出了幼猫一样含糊的声音 她问 是谁害死了我的儿子 何忠义的母亲吐字不清 反复问了三四遍 这才让人听出她说的是什么 张东来脸色略微一沉 有些晦气地说道 那谁知道啊 反正不是我 说完 她就一低头 避开女人的视线 率先提步 走了出去 与何忠义的母亲擦肩而过 亲友团们紧紧跟着她的脚步 像躲温神似的往两边散开 尽可能地避开那个女人 哎 这女的是不是有点精神不正常啊 哎 小声点 也挺可怜的 平白无故被逮进小黑屋就不可怜了 我告诉你们 老子比斗鹅还冤呢 我压根就不认识她儿子 女人呆呆地站在原地 茫然地望着 从她身边毫无触动地走过去的人 谁害死了我的儿子 你 你们不能走啊 眼看那群人就要从她眼前离开 女人发了急 忽乱在空中抓了几把 一不小心 缠住了一个女孩的头发 女孩好像被踩了尾巴似的 尖叫起来 抢回自己的头发 捂在胸口 然后一蹦三尺高地 往铜板身后藏去 旁边的年轻人 则是本能地伸手一拦 问你要干什么 女人撞在了年轻人坚硬的胳膊上 一屁股摔在地上 正好撞上了 最后走出来的肺肚 肺肚本来在和陶然告别 被撞过来的人吓了一跳 猝不及防地退了半步 还没等她做出反应 那个女人就伸出了手 死命地抓住了肺肚 那价值不菲的裤腿 语无伦次地说 你们不能走 你们得给我一个交代 几个警察上来要拉人 把女人推倒的年轻人 也皱着眉头上来了 飞月 肺肚躺着也中枪 皱着眉毛 看着扑在自己身上的女人 然后尴尬地拍了拍她的肩头 呃 您要不要先起来 女人梳得抬头 正好和肺肚对视了一眼 她嚎啕大哭 剃泪其下 形象着实不体面 浓郁的悲痛 把她变成了一团烂泥 肺肚忽然一愣 不知透过她的目光 是看见了谁 她弯下腰 十分轻柔地握住女人的肩头 支撑着她重新站了起来 然后冲着张东来 他们一摆手 让他们先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上面 再证Julie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